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低壓環流的雲汐影響 今天曾經下到明顯的雨勢 主要偏向是在清晨這段時間 在雲家 甚至在台南高雄這一帶 都有出現極附性的大雨或好雨的情況 然後白天之後 雖然這種比較明顯的雨勢 稍微緩和一點 不過整個降雨的趨勢 已經擴展到北部地區 目前在下午之後 有一些熱對流 還是有比較強的這種降雨的現象 所以今天下午到晚上這段時間 還是有機會出現極附性的大雨 至於在地面的分析資料來看 這流封面仍然是掛在 台灣北部近海這一帶 沿線的低壓已經併在這裡面去了 所以在中南部這一帶的溫度 還是比昨天來講相對高了一些 達到31、32度 其他雲多的地方 大概是28度到30度的情況 整個溢測的部分 趨勢上面天氣會慢慢轉好 主要是因為封面會逐漸的 稍微北移和東台的這種現象 所以在整個降雨的情形 或者是雲的部分 稍微會在明天會稍微緩和一些 那只有在銀敷面 東北風這一帶 會有極附性的短暫雨 那其他的包括中部的平地 或者南部山區 這種不穩定大概也是有 但是屬於比較是熱對流發生 這種降雨的現象 那從未來這幾天 天氣慢慢轉成相對穩定的話 是白天溫度會比較偏高 一估大概32到34度 午後的部分地方 包括山區在內 午後熱隊有時候稍大雨 是會出現要特別注意 以上資料相機提供 那北部地區都是多雲有雨的天氣 氣溫最低24度 最高31度 中部的下雨機率 也在三層到六層左右 氣溫是25度到32度 南部地區加以灰下連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雲 氣溫26度到32度 而在東部的宜蘭花蓮和台東 都是多雲有雨 氣溫是24到30度 外島的馬祖會下雨 其他澎湖和金門都是多雲